OK 清不清楚那些聲音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Hands Free 我未試過用這個做Live 所以我不太知道質素會怎樣 OK 我現在在機場 有一個計劃給大家看 登登 OK 我在做什麼呢? 就是準備相機 我有另外一個訓練要去做 今次這個訓練是加牌 Family Constellation 這個會是第二次做 接下來還有第三和第四次的Family Constellation Hello 鮑Sir 很久沒見 我想我們要結合 因為太久沒見 但我又慢慢追 OK 然後就 Yeah Thank you Oh no actually I don't need a straw Thank you But don't throw it away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nk you This is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okay Sorry OK 我回來了 OK 家庭排列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 我上次試了一次訓練之後 我回來了之後不斷地提書 我今次這個先生 就是一個在美國很出名的先生 他直接跟Bert Hellinger學 他出了一些書 是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然後他這麼好 他很近 就是今次在澳洲做Training 所以我就馬上趴過去了 然後回來 到時會再在台灣 還有再在香港再訓練 因為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們的健康 當然你的肉身 物理層面很重要 但是在同時 其實他還有其他東西 我們要看待 譬如我們的情緒 因為我們的情緒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健康 譬如你經常有很大的壓力 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會影響到我們睡覺 會影響到我們的抵抗力 譬如有些人經常很生氣 一生氣你的血 可能會飆 所以我們講四個層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層面 就是這個靈性的層面 靈性層面是很難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是很抽象的一件事 大部分人就說 我來想找你減肥 或者我來想有些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說 可能會覺得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當我把家庭排列 這個東西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圖片 就是說原來這些東西有影響 有些可能我將來節目裡面 我可以再分享多一點 就是關於家庭排列 有些是很神化的 真的 我都會覺得 嘩 沒可能 但是如果我直接 述回Bird Hellinger 他自己的自傳的本書裡面 可能大家開放一點 去聽一下 當作聽故事 我昨天 早上 我忘記了 總之我打開我的Facebook 我的Page的時候 就發覺 為什麼有這麼多訊息 就是這麼多人 我一看就說 咦 我不認識的 那些人 不是平時劉開賢的人 我一看就說 咦 說什麼呢 然後 我就 我是 我是 驚訝 那個 錯誤 就是說 我之前節目 說的那些東西 是 很嚴重地被扭曲 和誤解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當初有這麼大的誤會的時候 不如 我再說一次 可能我說的不清楚 忘記了 我再說一次 就是說 因為我見 過去你也知道 香港的六個多月 政府 基本上 你問我 基本上就是縱容警方的暴力 警察就 TG放題 不斷扔 不斷扔 基本上你住哪個區 你都中招 很慘 而且 就算你不下街 或者你說 我是藍絲 你就扔死蟑螂 但是 其實它那個害處 是影響所有人的 不理政治立場 你可以是男 你可以是中立 你下街 你就有機會會吸到 而且它有殘留 所以 我就 有見及此 然後 我就發覺 好像沒什麼人說這件事 我就問美國這方面的專家 我就給了一些意見給我的 我就把意見在節目裡分享 就是我之前 較早前的兩三集節目 其實就是 我再強調 如果我之前說得不清楚 引起誤會的話 其實如果你們出現 真的生癌中毒的症狀的話 你第一時間 是要去政府醫院的急症室 因為 基本上 我知道那套KID 叫做Cyanokid 私家醫院都真的未必有 要是大的政府醫院的急症室 甚至在美國那邊 都是這樣的 一般的流程 據我所知 就是它會幫你驗血 然後確認你是Cyanide Poisoning 然後 我會用那個KID 那個KID的名字 就叫Cyanokid 藥廠就是Meridian Meridian就是 Pfizer 即是出偉國的 指公司 針劑的用法 一般成年人 當然體重會有影響 但是 大概第一針 就會是5克 然後 再補針的時候 就會是10克 它有些副作用 例如 血壓會升高 然後 磨出來的小便 會是粉紅色 因為Hydrocosobalamin 即是B12A 我們叫B12α 它是深紅色的 所以當你身體 轉化了 即是 這一種成分 Hydrocosobalamin B12A 去Combine with Sinai 即是Sanai 然後它變回正常的Syanocobalamin 即是正常我們身體用的B12 那你摸出來便變成粉紅色 其實不用擔心的 因為始終你會在一個政府醫院 然後有醫生看著你的 OK 那名字就是Syanocid 那用途就是針劑打 OK 那Availability 就據我所知 就是政府醫院急診室 就不是私家診所的 OK 私家醫院都未必會有的 OK 那跟著呢 如果你真的有那些症狀的話 就第一時間 一定一定是要走去 就是政府醫院急診室 我再強調 其實我之前幾集都有強調 但我不知為何都是被人誤會 OK 那 就 我想這一部分應該都已經清楚了 OK 因為其實 舊版的Syanocid 是三樣東西的 其中一個就是 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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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我不太記得 但是用法就比較複雜 那 而現在這個呢 就是 我們簡直叫做B12alpha 記住B12alpha 不是普通的B12 是 它後面有個A的 OK 它是一個precursor B12 即是說 它是要經過轉化才成為B12 即是身體要的那個版本 所以不要撈亂 即是不要說 我吃普通的B12 因為它的英文字母 頭的五個字都不同的 OK 這個是 Hydrocycobalamin H-Y-D-R-O 然後呢 我昨天呢 有個客人很笑 他說 你臉真的發光的 我以為你想的 你真人都是這樣 然後我說 我已經沒有化妝了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查了油 我說沒有 我說我去北卡上課 那位先生 你會問我 你臉真的發光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Anyway 我現在都發覺 真的 反光 但是我沒有化妝的 我畫了眉 Anyway Yeah 那這個就是 Sorry 這是我的Keto晚真 OK 最近呢 不開心 那我就吃 焗豬扒飯 OK 就在家裡 對著Live 一邊看 一邊哭 然後就拿著 整天沒到外面吃東西 然後就叫姐姐幫我買東西吃 然後我就拿著 一邊哭 一邊哭 那 其實Keto當然是 大家繼續 如果是聽開節目的人 OK 因為我經常都說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我的看法就是 它是一個 人類本身 by default的飲食方法來的 即是我們的祖先 都不會到外面吃茶餐廳 ABC餐 上餐 會吃一些 你明白嗎 最穩陣的就是動物 走來走去的那隻動物 這樣吃了 這樣穩陣 那你問我 其實菜他們會不會吃 都不會太吃 因為你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毒 所以肉是很安全的 我也不是說 我們是Atkins diet 我們是Keto Keto是以脂肪為主 記住 不是以蛋白質為主 OK 插開了 Sorry 那回頭 我想說 我昨天看到那些 Tags 不斷判我的 即是 我不怪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 真的有很多的誤會 很多的 我不知道是被誤到 還是什麼 總之 我從來沒有說過 喂 你沙拉中毒 第一時間來找我 我一直都叫大家去急症室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還有說 你人血饅頭 我怎麼人血饅頭 我也說 我根本沒有買這種產品 老實說 如果你找到 有人在我那裡買過這個產品 即是 Hydrofosobalamin B12 A 你拿了一張單過來給我 OK 如果是真的 我股權轉樣 我整間店給了你 OK 因為我知道 OK I can swear on anything 我是沒有做過這件事 我沒有這個產品 我純粹就是 我真的擔心 你明白嗎 因為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 有貓狗 OK 大家都是被動的 因為 都是那句 你不下街都會中的 因為它會周圍散 在空氣當中 而且始終開玩笑 你始終都會下街 OK 所以我很擔心 所以我很擔心 而我看見好像 沒有人說話 我知道 論權威當然沒有輪到我 是不是有這麼多勁人 在外面幫人補習 化學博士 醫生 我都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 如果我說 我應該會被人插到看毛孟夫 那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 我不怪他們 是因為 當初很多人 是真的沒有聽過的節目 就信了 以為我是亂說 其實 我覺得 現在我們在Facebook 上面 經常都說 我們要Fact Check 那件事 是真不真 那個新聞 OK 我們要Fact Check 如果是真的 我們才會分享 因為我們有公民責任 我覺得 其實 昨天很多Tag 的人都說 自己是教理科 其實 科學精神就是 你真的要求真 你要知道 那件事 是否真的 所以我一再強調 我不是這樣說 我一直都說 喂 如果有症狀 第一時間 要衝去政府醫院 因為私家醫院 都未必有的 保命要緊 OK 而這個KID 是新一些 因為他是2006年 2006年 才在美國FDA 批准的 你都可以說 那都13年 但是 始終還有一些老一輩的長者 都還以為是用舊那一套 所以有人誤會 是以為 怎麼會用B12去轉化 因為第一 真的不是B12 是B12Alpha 是Hydrocycobalamin 不是Cyanosobalamin 那這個 講完又講 講完又講 老實說 我有做Research的 老實說 我也有上去 這個 藥廠 官方資料 我有看過 我有Study的 他是怎樣的 原理 我也有看到 他是Saved OK 其實他的紀錄 Hi Frida OK 他是1952年 我記得好像是1952 在法國的時候 已經有紀錄 然後法國 大規模這樣做 然後 去到美國 OK 美國是2006年過的 OK 好嗎 但是我想說 昨天聽我的人 有很多說話 是不禮貌的 OK 你不禮貌 因為你受到 某方面的誤導 我覺得 剛才所說 不如Fact check 因為如果不然 你真的錯怪了別人 是不是一件 對的事來的 那時候 我2006年 我煮食給學生 因為那時候是留守 大家 銅鑼灣 金鐘和旺角 三個據點 OK 其實他們是 怎樣說 真的需要 食物支援 那時候 每天都有 有義工幫我 當然 OK 那就去幫我 一起去煮 去支援學生 那時候 即使這樣做 都一樣被人攻擊 當然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和角度 我覺得是fair的 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要用一些 性別歧視 和人身攻擊的說法 例如 例如 我照說你不要介意 因為是噁心的 什麼女王我沒有插過 什麼插女我最擅長 然後 你再不道歉 我就會 搞到你雞毛鴨魚 即是這樣的意思 後面雞毛鴨魚 好像不正確 但總之就是 放到你close page 或者怎樣 我覺得 其實大家有不同意見 是很正常的 這是公民社會 而大家民主 如果大家都是黃絲 大家都是支持民主 那是否 第一 我們fact check 其實說了什麼 而另外就是 我們 不同意 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 人身攻擊 性別歧視 那些是no 真的不行的 你放出四海皆準 其實換轉 你想一下 警察都覺得自己現在做的事很對 他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他對示威者做的事 對年輕人做的事 如果別人這樣對自己的兒子 他就不可以了 同樣 你誤會了我所說的事 你對我做的事 如果別人對你的家人這樣阻避 你太太 你女朋友 你的女兒 你又會不會開心呢 如果那個case 是真的你的女兒其實不明白這個意思 你太太女朋友不明白這個意思 而被人這樣誤裂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開心呢 你都會生氣的 其實 但是我當然說一句 我不生氣是因為我覺得 當中有太大的誤會了 OK 但是 第一 先確認了 而第二 就是不要用這些人身攻擊的字眼 OK 還有我想說 其實我不斷地去學不同的東西 OK 然後把我學了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接下來 我現在上機 去澳洲 我去學家庭排列 我學了回來 我也是希望真的可以幫到人 那 我之前說過很多次 這個世界不需要多一個醫生 但可能會需要多一個治療 那其實 因為醫生很多 而很多人都願意去讀醫 OK 很多人讀書聰明 他真的讀醫 那麼 他有不同的方法去醫人 幫人 而我的方法就是 寬 OK 我不是選擇說我做一個專科的醫生 然後一直深入下去 那你不會在那個感覺上跟他困的 OK 但是 如果我是 即是說我提供不同的意見 例如舉例 有個客人 好像昨天而已 他跟我說 他 每天去到一個小時 他會特別累 還有 有個位置經常都冤 那我有一個默倫經絡的訓練 OK 那我就 OK 他有個反 即是他有個意思 他有個 身體是try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身體有些東西想說給你聽 他為什麼是那個中順和那個位置呢 OK 那 譬如好像 我今次去完北卡 即上次去完北卡回來 那個老師 他肩膀前生了一塊東西在裡面 那塊東西 他的醫生是叫他一定要割的 但是他後來有朋友跟他說 可能是Oxalates Oxalates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Sorry 我不知道叫草酸 不肯定 OK 然後他就去research 一些飲食的方法 OK 然後他就用了 Magnesium 再加上 Vitamin D3 OK 還有一件東西 我還不記得 然後他就吃這些 supplement and then it went away 那個東西就沒有了 他以前是遞不到那個肩膀 但因為我們做這個 幫人做Balance 是需要用到肩膀的力 所以對他來說 真的好不方便 Anyway 你想想其實 你吃的東西 對你的身體真的有影響 那你生不生同 看人 OK 看你包不包他背後 所講的科學 OK and again 公民社會 大家追求民主 自由的朋友 其實 就是 都是再講一次 Fact check了之後 如果不同意 大家就理性討論 而不是 要人身攻擊別人 傷害別人 貶低別人 這些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都是那句 如果是你太太 你女朋友 你自己的子女 明明不是這個意思 而被人這樣去做的時候 你都會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將心比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己所不育 密施於人 這個 次官經常都講的 OK 然後 我會繼續 我會繼續去做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我會繼續 周圍飛 周圍學習 學完之後 我很興奮的跟大家分享 大家就當作聽故事 你聽完之後 你覺得 我想試一下 你可以找其他人去試 It doesn't have to be me OK 正如我和大家分享 B12α 就是Hydrocusobalamin 它是現在很多大的醫院的急症室裡面 用來分解這個生癌毒素的 OK 中毒的情況 這一個是一個 fact OK 那 whether or not 你覺得這件事 它是可以有一個preventive的作用 那是見人見事 and again 可以討論 現在 那這件事都是我香港的 我真的不是發夢覺得是這樣 而是我有問過海外的專家 那我在香港 我已經有和一些脊衣討論過 OK 那當然 你說我脊衣它不是這個專業 這樣 那我們更加厲害的專家不同意 不要緊 不同意 不要緊 討論 理性討論 不要因為別人和你的角度不同 你就這樣瘋狂地罵人 人身攻擊人 因為我們平時最看不起的藍絲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和他們一樣 我會繼續學習 繼續很興奮和大家分享 而我想覺得就是 我們應該集中我們的火力 集中我們的力量 時間 去對抗現在社會上的不公義 OK 即是 不論是 警察的暴力 和它背後縱容它 使用過份暴力的政府 OK 將這些力量 我們的氣力 精神 投放在那裡 投放在支援 聲援我們的手足 我們的年輕一代 OK 盡量去幫助他們 而不要 好像文革時代那種 群 群眾鬥群眾 你我互鬥 你我互毆 你我互毆 不要做那些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的對手 是一個很強大的政權 OK 而這個很強大的政權 是會不惜一切去傷害我們 而其實我是王 我一直都是王 我是心王 OK 我一直都是支援同路人 如果你認為你都是心王 你都是王 你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話 大家聯手 一起去對抗這個暴政 對抗警察的暴力 我們去幫助我們 有需要去幫助的人 你用你的方法 我用我的方法 沒有所謂 OK 都是那句 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你不認同的地方 理性討論 絕對OK OK 另外就是 我看到一些人 在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不會說年輕的時候的照片 因為我不覺得自己老 我的心態 我才覺得自己二十多歲 我是會心微笑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沒有拍照的 你看到我 很少在我自己的網站 分享我的照片 有 如果那天是朋友生日 我真的很刻意打扮 如果不是我平時就是這樣 不化妝 可能畫眉 因為我的眉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就是有眉毛的 但是不深色的 對 我就沒有了 我胭脂又沒有塗 那我控制過來 你會看到我的雀斑 對 但我的臉真的不知道 是反光板 很恐怖 Anyway 我們繼續 用愛去感染這個世界 還有 我們想想怎樣去幫助 真的有需要幫助的人 OK 我看回我自己 小時候的照片 我是開心的 因為原來我在這個世界 我是留下足跡 你明白嗎 我做過很多 很愚蠢 很愚蠢 很愚蠢的事 但是 I learn from it 你明白嗎 我學到東西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有些說話 有些說話不能說 有些說話不能說 有些會被人誤會 原來說話太直是不行的 原來你 說話不夠小心的話 是很危險的 原來有些人真的會不惜一切 是想摧毀你的 It's all a learning process Life is a journey 我是珍惜裡面 每一格的片段 就是 我 我和我媽媽的關係 其實比較strain 但是我也感恩 因為她把我帶來這個世界 如果她沒有把我帶來這個世界 我 沒有辦法經歷我現在經歷的事情 去感受我現在感受的事情 其實 其實 你說我有一點點不開心 為什麼我媽媽不救我 離開香港呢 她是台灣人 為什麼不救我呢 但是 其實如果我媽媽沒有生我出來 我不是這個世界 我怎樣經歷 我現在正在經歷的事情 所以 All is good 你明白嗎 例如 選我講者 It was a beautiful experience 我看回自己 哇 當年不用Kilo也這麼瘦 為什麼 然後 當年的味道 被人 當年年代流行很幼 You know It brings back memories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n 譬如改名 我覺得 好 因為 我實驗了 你明白嗎 因為在研究性名學 真的 筆劃差那麼遠 Let me try 我就試 試了之後 她又說會這樣 有這樣的變化 所以 我是一個 很好奇的人 我是一個 很想不斷地去學習 我是一個 obsessive rea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reader obsessive compulsive learner obsessive compulsive learner OK 因為我興趣很廣 所以我不是 真的可以說 我只學一樣東西 我只學醫科 或者我只學做律師 學法 我是喜歡學很多東西 and then 我會繼續這樣 因為是我的性格 性格不能改 and then 接著 就回來跟大家share 我吃完雞翅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現在答幾 我看不到時間 很害怕 接著 我上飛機 去到澳洲 我就開始上課 做個訓練 然後回來 我又會多些話說給大家 OK 好 大家 take care Hi Ella Hello Hello PenPen Hello Sorry 我只顧著說 想沒有跟你們打招呼 I'm sorry 我應該多些跟你們互動 但是你知道我的人 我一走去說 打完招呼之後 我就忘了自己說什麼 Anyway 如果有事想問的 或者是有 comment 有 feedback 就 Please go ahead 留言給我 OK And I love you all I support you all and Regardless 任何事都好 I'll always stand by your side OK 我私理一下 有跟前線的手足 分享很多東西 OK 但是 不方便在節目上說 是的 Oh my god 2122 Holy crap 我要戴上機吃了 因為我的boarding time 是現在 Oh my god OK I gotta go So take care everyone 現在好像戴了口罩 萬米 戴口罩出街 OK Stay away from danger and then support our own kind OK Bye